中共商務部發表公告 經過調查後裁定 鑑於大陸大麥市場情況發生變化 對在澳洲原產的入口大麥 繼續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已經沒有必要 商務部說 向中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建議 取消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委員會決定 由明天起 終止對澳洲原產的入口大麥 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據報導 2020年 中共對澳洲大麥徵收為期五年 稅率為80.5%的綜合關稅 促使澳洲向世界貿易組織發起訴訟 世界貿易組織 最後成立解決爭端的專家小組 在中共政府表示將會加快對關稅的覆審後 澳洲在今年4月11日 同意該訴訟案中止三個月 中共上個月要求延期一個月 修改後的最後限期 是8月11日